说起北京奥运会 那可是全世界公认的 当之无愧的 最成功的奥运会之一 至少在接下来的伦敦 里约东京这三级奥运会里 没一届能比得过它的 有了这么成功的经验 相信办好这次冬奥会 北京肯定是轻车熟路了 大家都知道 凡事都要争第一 科技要第一 经济要第一 环保也要第一 当然体育也不能落下 因此咱们国家在世界上 也肯定是响当当的体育强果 那么我在这里想要考考大家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 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 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说 乒乓球 没错 乒乓球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球了 放眼全世界堪称打遍无敌手 不过除了乒乓球 中国的羽毛球 跳水 游泳 举重 射击等项目 也是很棒的 今天要说的 就是羽毛球界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 最接近全满贯的女单 他就是王一涵 为什么说王一涵 是中国体育史上 最接近全满贯的女单呢 看看他得过的奖就知道了 从2003年到2014年 王一涵几乎年年都要参加国际比赛 然后年年都会获奖 在一众同龄人 还整天居在教室里 埋头苦读之时 王一涵却已早早走上 羽毛球职业赛的道路 从14岁起就征战赛场 为国争光顺便拿奖 拿到手软 看到这里 你或许会说 王一涵真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 羽毛球运动员 但是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错了 王一涵并不是什么天才 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靠的并不是天赋 而是他的努力 虽然比起普通人来 王一涵的身体素质 肯定算得上优秀 擅长体育 个子高 领悟力强 可是除了这些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部分 要知道 咱们中国地大舞伯 什么样的天才没有 王一涵的资质 放在一堆运动员里 只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 天赋只算中等偏上的小姑娘 却在各大国际比赛中 凭借着自己那股不服输的任径 屡屡获得大奖 让我们细数一下 王一涵 这些年来得过的奖吧 王一涵最先拿到的一个冠军 是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 那一年 他14岁 对于王一涵 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 甚至他还是改变了他命运的一个冠军 因为咱们的这位女单一姐 当初差一点就不能当运动员了 那是在初三 少体校毕业的时候 眼看着就要进入上海市校工队 翻开人生下一页的新篇章了 王一涵被检查出了青春期假抗 运动员身体有问题可不行 因此虽然十分舍不得王一涵这颗种子选手 校工队还是把他退了回去 没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训练了几年 最后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王一涵很难过 差点一蹶不振 但要他就此放弃 扭头回去读书 他也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王一涵很清楚 若是这个时候选择放弃 那么之前吃的一切苦都会付诸东流 因此他更是卯足了气训练 拼命地证明自己 要用实力让校工队回心转意 王一涵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久之后 他就在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中 凭借实力拿下了冠军 这下不仅是上海市校工队后悔了 就连国家队都看中了这个小姑娘 于是后来 王一涵就收到了通知 上海队他不用去了 因为国家队想要他 就这样 王一涵兜兜转转 站上了世界这个大舞台 当然 鄙视的王一涵还是个初出茅庐的菜鸟 所以他入的其实是国家二队 换言之 他是替补 但是谁说替补就没有出路 2005年 王一涵在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上 获得亚军 接着又在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中 获得季军 小姑娘的成绩这么优秀 再让人家干替补就有点委屈他了 于是把王一涵调到了国家一队 恐怕就连领导也想不到 自己当初做了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调入国家一队之后 属于王一涵的时代来临了 在这里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咱们国家在十多年前羽毛球队中 曾有三位猛将 号称两王一礼 他们分别是王世贤 王一涵 以及李雪瑞 要说这三朵金花 他们之间的纠葛 那可是剪不断 理还乱 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尤其是王一涵和李雪瑞 那可真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路窄 要知道王一涵号称女单一姐 是因为他除了奥运冠军之外的 所有奖项都拿了个遍 可是即便王一涵的水平这么高 为什么会没得过世界冠军呢 这就要说到 他的这位小师妹李雪瑞了 王一涵一共经历了三届奥运会 第一次是北京奥运会 王一涵作为新人还需磨练 因此并未上场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王一涵上场了 这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身体素质 乃至个人技术都处于巅峰状态 有很大的夺冠希望 王一涵自己也是自信满满 谁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了一匹黑马 李雪瑞 其实一开始 伦敦奥运会 国家队是想派王一涵和王世贤去的 可李雪瑞后来者居上 短短一年内获奖无数 甚至超过了师姐王世贤 奥运会毕竟是生死拼杀的地方 当然是谁的成绩好就让谁上 于是李雪瑞代替王世贤 出征伦敦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 就是这个中途杀出来的小黑马 最后竟在决赛中 击败了王一涵 夺得了冠军 王一涵只能十分遗憾地拿了第二 大概是很清楚这场奥运会 就是他距离大满贯最近的一场比赛 错过了这次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即便拿了亚军 世界第二 王一涵在赛后仍显得有些落寞 国家的荣耀固然必须排在最前 但没能积极所有的荣誉 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而他的预感也没有错 等到了2016年李渔奥运会 虽然经验和技术都已经十分娴熟 但年纪毕竟在那里了 王一涵早早地就暴愣出局 大概是也意识到了 自己如今的年龄 已经不允许他在竞技场上继续拼杀 不久后 王一涵就在社交媒体上 宣布了自己的退役 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作为一个运动员 王一涵无可挑剔 打职业赛的这些年 他几乎是把自己所有的个人生活 都投入到了羽毛球上 除了运动 他没有别的娱乐活动 甚至就连王也不怎么上 同龄女孩喜欢的逛街购物化妆 他也是通通不感兴趣 分明是如花一般的年纪 天天却穿着一身朴素的运动装 在球场上挥汗如雨 就连感情生活也是一片空白 王一涵曾经开玩笑的说 自己都25岁了 却没有谈过一场恋爱 不过他倒是曾经公开过 自己的择偶标准 脾气好 有上进心 责任心什么的 当然 以外人的标准来看 这个标准说了 也和没说一样 好就好在 2019年10月 王一涵的感情生活 终于有了着落 他在微博上 晒出一张结婚照 宣布了自己的好消息 31岁的他 终于找到了下半辈子 携手共进的那个人 最后在这里提一句 他和老公 可是时下最流行的姐弟恋 两人甚至是同一天生日 只是彼此差了一年 现在的王一涵 虽然退役了 但是却进入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 做起了王老师 选择进入人生的下半场 继续发光发热 偶尔的露面 也只是在微博上 发布一些合作品牌方的消息 他正在和心爱的人一起 悠哉悠哉的 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 所有的荣耀都将归于平淡 女单一姐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江山带有才人出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 好好期待 新一代的体育健儿们 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吧